动资券抽奖直播 数字跳动 民众的心情也跟着七上八下 中奖幸运儿乐得开心 但万万没想到 动资券都还没到手 就先动了目气 如果是临时不能用 就会觉得有点不高兴 就有点亡羊补牢的做法 不如一开始就定清楚 因为原本性冲冲30日 这一天身份证为数单号的 幸运儿就能领券 没想到体育鼠雀临时喊咖 领券日期硬生生 从7月30日往后也到了8月6日 使用效期同步跟着延后 到2021年1月31日 动资券我们就经过讨论之后 那么顺延延后一周 为了让我们的这个 中签的这个民众 能够有更便利 以及更多元的消费使用的 这个范围 交易的这样子的一个系统 的一个稳定性 什么券什么券 我觉得乱七八糟的 对但是规划好是最重要的 因为万券齐发民众真的 补萨萨 200万份的义放券 可以一路使用到年底 而500万份的农油券 效期很短 只能用到9月17日 另外中奖率不到4%的客装券 14万名幸运儿800元 可以一路用到年底 各券效期大不同 民众的小确幸反倒因为系统 多头马车惹了大麻烦 欢迎新闻红席与陈丽婷 黄佩涵台北报道